香港精神 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 香港人主場 我們又見到黃俊賢了 Hello Hello 今天很年輕 你今天很多人見到黃俊賢 我都看了你們不同的環節節目的製作 有時是煮食 有時去了不同的地方製作了一些Vlog 有些是你自己的新聞傳送 即是主打 其實都見到不同的人 見到你也有不同的開始很多角度看 這個今天的你 我覺得這真是你的年紀 你沒有一個新聞大包袱的時候 原來穿衣都能反映到你那天 今天是不是casual day 是不是屬於casual 今天就算是casual 因為早上做完香港台神道新聞之後 今天下午就沒有這個新聞傳送 要做現場演繹 所以就是一個casual day 就是放鬆一下自己 那為什麼不天天做 這個也是個問題 那些人真的很看待你的新聞傳送 news post 但是為什麼不天天做 很多人我都照 現在變成一個有機會問你 獨家問你 為什麼不天天做 沒有 因為其實有時時間上是 太多工作 除了新聞傳送 還有其他節目 就是專訪 之後vlog 或者lime project 就是那個飲食的 漂亮的鏡頭 的鏡頭 那些其實是很難去抽身的 如果做新聞傳送 基本上 我們去到英國時間的 五點多鐘才可以 可以完結了整件事 由早上做神道新聞 做新聞傳送 去到 9時才完結 所以其實很難去 主理其他的片 或者製作 所以這件事也是我們 暫時在人手上一個 非常大的限制 所以 實在不能夠每天都做到新聞傳送 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 訂閱者或者 追蹤者 是很希望每天都 聽到或者看到新聞傳送 甚至乎是說 直飯的時候都 都要聽著要看著 我覺得 很想每天都做到 但是實在報歉 不能每天都做到 是 因為我看到你有很多新嘗試 生活都是 我猜他們就想你 不單止一至五點 我猜他們如果有給他們wish 最好一至七 星期一至星期日 即是沒有break的 你不要放假 你猜不到去到英國 果然 新聞對於一些有新聞質素的內容 是很渴求的 其實你見到 又怎樣呢 你見到那麼多人渴求這件事 你又真的似乎是一個 大家比較認識的figure 會不會有很多掙扎呢 即是有時在私人生活上高 或者在一些不同的嘗試裏面 那個掙扎在哪裏 還是說我希望 再grow多些 或者再長些 那就慢慢可能 可能會發展一個慢慢的小新聞 的部份出來 可能有別人幫忙 或者文物色度 有沒有這樣的 分析過的想法呢 那可能會有一個 vision 即是你說 本身在香港 來英國的時候 其中一個vision 都是想 有一個 的願景 但是現在人手上 或者資源上 根本上不可能做到 所以只能夠靠自己的力量 但是你說 自己如何向平衡 其實是 很難的 還有一個 以及這個很初步階段 唯有自己努力一點 唯有自己去 犧牲一點時間 去做到 應該做的事 在這方面 原來我發覺 原來是這麼大的需求 在世界不同各地都有 香港語或者廣東話新聞的時候 原來是有這個需求 你看到越有這個需求 你就越覺得 自己可能有一個責任去做 如果不是誰做呢 如果有人做的 我可能做得好過我的 那我就可能 做得好 就是你做吧 那當然如果可以把力量集合 那就更加好了 真是一個 一個正確的 一個 station 去做的話 就像香港台那樣 那就是一個 你已經多了一份 強一點的 但是 很明白的 你一這樣說 都不敢說 有些什麼 full service 都是好像 我們一開始就像你這樣 一個人 又是 你好一點 有另外一半 跟你支撐著 你猜人最喜歡 你猜一下 你做新聞 又做lion 就是主食那個 有時候做一些 小人物專訪 最近有一個 這個 我都想給大家看看 這個 這個樣子很少看到 這個樣子 真的很精靈 這件事是你太太想出來 讓你去 選擇 還是你自己選擇 首先呢 我對於這個名字 我又很有興趣 是 Vlog 還是 那個麥克風 是怎樣 這個真是很 令到我很廢解 是 Vlog麥克風就是 Vlog 大家都知道 是VideoVlog Vlog麥克風 是 Vlog麥克風 大家就知道 就是新聞 一個術語叫Vlog麥克風 Vlog麥克風就是 例如現在 現在在外面看到靜音機 我想問他問題 當是市民身份 就叫做Vlog麥克風 即是一個即場 的一個訪問 隨機訪問 不是說設定了一個 折騰會 官員 這些就不是叫Vlog麥克風 因為Vlog麥克風 大家可能未必知道這個名字 所以 又剛好我新聞人的身份 亦都在Vlog裏面 剛好吃到的音 就是Vlog麥克風 就是這樣 但是剛剛那個鏡頭 其實是無心雜漏的 因為 我們不夠縮容而已 這個真是太有趣了 剛好 那次看了之後 真的很喜歡 賞心 樂視 看這個 這個 這個第一次 去一個新的車站 是呀 兩個星期後 還是一個星期後就落成了嘛 那就大家 那個我真的要讚一讚 就是 Lion 即是你的 王太 他很專業 我老實說 對著太陽 我肯定是你的 這個想法 因為女生沒有人會想對著太陽 被你擦眼 這個我純粹個人推測 那你說不是呀 那裡背光 但是你看著光 我看到她很專業 就對著光 後面就是那個背景 剛好 陽光就直射了眼 那你就真是厲害了 新聞本色 我想你對過任何的環境 太太那一刻 敬禮 厲害呀 是不是呢 他就開了一段時間 是不是很辛苦呀 哇 打嘴錶 那位剛剛好 下車的時候 馬上完全沒有暈 馬上直射 然後 都已經給了一點點 不是完全直射 所以 不過這陣子又涼了 剛好兩三天 熱一熱 之後又涼了 所以天氣真是變化目測 我覺得那些人是很喜歡你這個Vlog Vlog Mike 這個環境我反而 如果以大家觀賞的次數 真的很厲害 會不會 令到你又有一個 想法呢 這個又是有少許新聞性的 英國那裏又有些新的東西 大家去看 但是 我又看的時候 我又覺得 這是另外一個 其實誰才是close 王俊賢的 真實世界 你和太太 大家一起去個地方 變成一個Vlog Mike的一個 這樣的影片 而且那些人留言 噢 第一日出已經很厲害 會不會 新聞又跳了去做這個Vlog的 一個 渠道 我想其實是新聞傳送會當自己是一個服務來的 就是你 讀了那麼多年新聞 以及做了那麼多年新聞之後 你去到一個自由的地方 而香港 香港那個新聞的 新聞界變成一個這樣的 淪陷之後 你很想 在英國這個比較自由的地方去做得更多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 服務來的 嗯 至於Vlog Mike其實是一個輕鬆的形式 但是我們也想在裡面有一些 新聞的元素 純粹是一個表達方式 可能是一個輕鬆一點 不要經常都這麼嚴肅 很辛苦 還有有人看著太陽做節目 哈哈哈哈 太陽做節目 是的 所以Vlog Mike就希望可以 輕鬆得來 亦都有一個 真的可以給大家 真實的資訊 是有用一點的資訊 這樣做法 每一次都好像我很多事情很好奇 或者對新聞 上星期講廢話 是怎樣的呢 這個過程 我覺得 大家都預期 譬如說反過來 你也跟我 其實我又真的沒有任何 規範說什麼的 今天有沒有一些你想 你都可以 雖然你今天就很casual 但是你都可以 畢竟每個星期 現場演繹 那你就 可以有些什麼想跟我交流一下 我又 很願意跟你互相互動 因為最近 其實上個星期 在 藝人界或者演藝界 一個很 又來一個風波 就是一個退國籍的風波 除了 謝凌峰加拿大籍 肥媽又說蒲籍 然後是一個 中國大陸的一個 對於藝人整頓的問題上 有一個 比較 比較強勢 好像將軍寧台灣也要表態 又要表態等等 這些 其實 阿祖 還在香港的演藝界 其實那個 環境是怎樣的呢 說真的 其實我想整個生態 娛樂圈是一個比較 如果你能避就避的 一個這樣的 除了商界 商界我不熟 不過商界永遠有錢掛稅 很容易說了別的東西 例如有什麼project 有些什麼生意上的東西 大家都好像明白了 那件事就不需要那麼快做 就是談了那些細節 合約 那些東西 但是藝人 這麼久以來 其實他們都避了很多東西 大家都很明白 只要你說自己是一個藝人 你上個台 上歌只要令到大家開心 唱一首歌 就是說沒有人要你曾經 就是說要效忠 沒有什麼要護旗 或者要撕你的護照 從來沒有 我覺得2014年我就屬於一個 很冷感對於政治的人 所以我只可以用我的經驗 去和大家分享 2014年的確是有雨傘的這件事發生了 我們也都親身第一身 我當時看到 不論佔中之後 我自己也是看到 第一次放催淚彈的時候 在一個金鐘那裡 我都緊張的 緊張的 不是吧 好像一個人看新聞那樣 突然有人說開槍 那是什麼了 因為始終那堆人 在那裡差不多 那些抗爭或者市民 都已經在那個地方一段時間 我們身為藝人 第一就是 我那時候看著 何韻詩 黃耀明 林夕 紛紛上台 就覺得他也挺特別的 但是那時候就覺得 他們選擇在這個舞台上 用一個歌手的身份 當時兩個都是一個 仍然是 外面 就算是TVB也找他是藝人 其實那時候的指標都是上大台 TVB裏面 有時候拍MV也會在TVB上 大家都是期望這些人 但是就會覺得很新鮮 是不是 我們藝人會想 難道是不是要做一些這些東西 會更加普遍呢 反而是這樣的 藝人是 你說會不會想到第一時間 這樣說 大部分的藝人都是比較 希望更上一層樓 好像我這些 叫做回流回去 希望有第二春 第三春的一個心態 所以 盡量希望 看看 這個是不是一個新潮流 走在市民裏面 我說一件很久的歷史 就是回到89那個事件 即是中國裡面 北京學生那個天安門事件 你想想那時候 全香港的藝人 去了跑馬地做一個演場會 自由 但是我想告訴你 當時來講 當時不論所有新聞報導這件事的時候 是一件就好像 那時候公眾都要很認同的一件事 那時候他們也很大膽去挑戰 那個共產黨 這樣的做法 這樣做實在不人道 即是那個 在這個社會認同裡面 是令到藝人 那個認同 我不敢說所有 但是 好像我記得當時的唱片公司 到時每個人都要記得出席 其實那時候那個norm 就是大家都出席的norm 好像某程度上已經給了一個 大家最重要是做這件事 其實包括經理人 包括各大唱片公司 那時候都是四大 沒有變過 到幾十年都是 環球 EMI 華納 辛力 Sony 都是這樣叫藝人鼓勵大家去 台前幕後一起 你看到 不論無線 雅士 大家都一起 那時候是不是雅士 雅士 大家就已經去做這件 社會 都很一致的事 其實藝人最重要是 大衛 是 大家做 這件事 一跳就跳回 2014 我記得當時來說 是覺得 之前有反國教 慢慢建立一件事 去到 那時候 我真的一點敏感都沒有 敏感度是零 可以這麼說 雖然有個叫黃之鋒的人 就是小朋友 是 令到大家好似 但是很奇怪 我們就覺得 那時候就 見到 黃耀明 見到 何韻詩 這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當時 他們 對於 除了自己的身份 對於社會運動 他們都屬於一個 在社會來說 是一個小眾 就是一個勝取向方面 當時 你看到他有兩個身份 所以可能大家覺得 他是藝人 但是他又有這個身份 我們很容易就說 他的勇敢上去 可能是這個 我們就覺得 我呢 身為一群 不可以叫做一線的藝人 回去有機會 拍很多的劇 幸好人們還記得 鄭敬基這個名字 或者 卡拉OK 烈火雄心 接著回到第一個劇 就拍M Club 女人俱樂部 跟李麗珍 幾個 大家都很記得的名字 跟一群新人一起做 那時候是在拍這個劇 而香港就發生這件事 我就覺得 有件事 發生了 沒有什麼要管 沒有什麼要管 因為主要是拍劇 很冷淡 其實如果娛樂圈 能夠多說這件事 其實娛樂事業的人 在娛樂圈的人 只要他多說一些 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很厲害 當時很奇怪 出現了一個人 叫張敬軒 張敬軒 在社會運動上 你看到現在 很沉默 甚至乎 應該回到 他的 親中模式 或者他 不出聲的模式 但是 其實當時 社會運動來講 甚至乎 大家都知道 廣州人 廣州開studio 離開了廣州 來到香港發展 他感受到這件事 去 發聲 這件事 但是你記不記得 張敬軒正正 因為 這件事 令到他的人氣 很急升 是 當時的急升 程度 就是 其實 第一 那時候 真的沒有國安法 大家覺得 身為一個藝人 只要做一些 令到 好像 自己可以好一點 我不想猜測 別人的 但是的確確 他就真的 立刻 我想 人氣 急升了很多倍 大家也 好像現在 喜歡 韓文思 那種種義法 哇 你真的站在香港人那邊 一個大陸人身份 站在香港那邊 的相反大 所以就有這個感覺 但是你剛才說過 八九年的時候 演藝圈 對於這件事的 關注度那麼高 其實跟 14年或者19年 的相反大 變相是 因為一個時間推演 八九年還未是 中國共產黨管治 這樣的時間 那那個 連那些唱片公司也叫藝人去做這件事 去 去 參與 叫做 challenge 但是 14年 到19年 到現在 21年 有一個完全翻天覆地的感覺 其實 變相 藝人那個 是不能夠適應的 因為你 究竟是參加 還是反對 還是支持 那這一點 怎麼辦呢 即是藝界 會被人 叫做 垃圾條頸 去工作 其實藝人是最喜歡 attention 最喜歡like 最喜歡 寫出來 是大家喜歡的 總之越多人喜歡 他的工作機會越大 我想說 其實唱片公司 一些 譬如電視台 就算TVB也好 其實有一群藝人出去做這些東西 他們有一群叫幕後 幕後就是製作 其實幕前的人是一些工具來的 對於他們來說 或者這麼說 是一個資源 令到公司賺錢 我想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說 當初想 其實是的 就是藝人一參與的時候 你想想整個香港 那種合一程度 包括中港台 甚至有些中國的 血染的風采 那時候那些歌 台灣的藝人 澳門的藝人 全世界的華人 都集中在香港 為什麼呢 是可以說一件 大家覺得很不公的事 就是流血事件 大家看到這麼多生命 接受不了 其實大家不知道 原來中國是這樣的嗎 你也很豐富自己人 大家要理 以前大家會覺得 中國是這樣的嗎 那時候還可以這樣 問他 但現在反過來 中國是這樣的 你不能說的嗎 但是大家又不反對 不要說那麼多中國 其實中國是很好的 就是這樣 那這個差別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覺得 經濟 對於整個媒體裏面 有一班幕後的人 有那種 牽動性是來自真心大家被這件事打動了 例如有水災呀 有地震呀 那大家都出來 但是藝人做開 反過來 官樂滿東華 每年年都做啦 是不是 慈善凌王的時間 那些 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 出現的時候 能夠更多光環 在你上 是不是 他們出來 他們永遠都說 哎呀 長哥你一出來 那個數字 立刻人給了支票 那時候 人的生活很簡單 哇有五十萬 這樣了喔 那就大家覺得 哇真是很重要了 藝人的重要就是 雖然那件事很嚴肅 那當然是生命的無助 但是對於幕後的人 就是唱片公司 你不去參與這件事 是會影響整間唱片公司的 一個未來的利益 這個藝人 你不參加嗎 你會影響唱片公司的形象 所以你也是要參加 我告訴你 當時真實的藝人 有好幾個跟我說 哇大哥 去不去呀 他打電話問我 他問鄭英基 你去不去呀 我問去 為什麼不去呀 我當時是EMI 你去吧 我自己就自己做了 自己唱片這部 真的去呀 不是很想去 這些政治的東西 但是我說 那你就不要去 我還很記得 我當時很值得 他說 那不是很好 每個人都去嘛 這個就是我們的對話 再加上你記得 校長 曾志偉 妹姐 甚至乎大家說的 陳百祥 勒哥 中振濤 你要記得 如果他們是 這麼為 這些悲慘的事 有一個 就是那個叫做共鳴的話 為什麼去到 14 我們冷感冒 就當他冷感冒 然後19 很明顯 這件事 為什麼都不出來呢 反而是反過來 反過來不要出去呀 現在出去的 你看到他們反過來 是撐警了 是的 原來呢 是為了經濟 或者是一個 你如果出去 他的經濟不是為了香港 你是怕無法回到大陸的市場 就是從開始自由行的時候 大灣區所謂的 開了一個大陸市場 當個個都去經濟 為了大陸去經濟的時候 所有唱片公司 所有娛樂事業的人 都是因為我們被擺佈之下 整個大圍 我們想賺食 想更上一層樓 沒有變的 而那個幕後變了的時候 我們就要 咦 我們很差勁 我們是一個 型及人的一個工具 表面好像很帥 當然一線那些 永遠好像很有個性 但是其實背後裏面 都是立面去國內開演唱會 開多少場 有多少排頭 上什麼節目 上中國好聲音 上多少次 那這些就全部變了 整個市場 如果你參加 2019的社會運動 就的確不是一件 popular的事 反而是令到會激怒人 會有黑名單 你想想 個個就和2014年 更加不同了 就由 本應都覺得 阿施和明哥 是很有個性的 咦 我不夠膽 先看清楚一點 可不可以做一點呢 所以你看到張敬軒下來 很受歡迎 有些人是想像張敬軒那樣做的 嗯 即是有些搖擺的 有些人會貼上一張 黑色的相片 或者是一張黑白的相片 有些不開心的畫面 即他仍然會 膽敢貼上這些東西 那你問一問自己 2019年 為什麼大家對於藝人 是會 好像和TVB一起的 穩樂一樣呢 大家都為了那個市場方向 不同了 而裏面的人 只不過是工具 除非你夠膽 不行啊 我真的一定要說真話 你想想 你和我都在經歷同一個機構 裡面的一種 的一種 很無形的 的一個 guide line 可以這樣說 變成其實 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會 可以這樣說嗎 你說要顧及中國的經濟 其實 變回 顧及自己公司 或者那張照片公司 電視台的那個利益 那你會有一個會 如果 我覺得 我是可以貼一下黑相 有空有些隱喻的表態 變成公司又會 變成安述利利 因為你有這樣的表態 變成那個藝人的機會又沒有 曾經有這些 例如說 李佳琪 可能都試過 這樣的表態之後 說別說床等等 很多這樣的個案 其實變成 就像DVB那樣 就像新聞部那樣 你被人正式審查 審查完之後 你又沒有機會 變成這個是 極度不健康 大家都可能會知道 其實你說 可能藝人有時候是 身不由己的 一個被保譜的工具 但是 長遠來說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 辦法 是嗎 還有 你說那個會 我不進入 那會怎樣呢 那你就會成為 一個 公司 棄用的人 就是他會盡量將你 你其實 我不知道你 我們那個圈子裡面 從來沒有一個明文規定說你一定要效忠 不過你會感應到 因為我們做藝人 最重要是看眉頭眼睛 你又永遠不是最高那個 最高那個如果娛樂部的 一定是曾志偉大哥 是不是 那他做什麼你就會看到 最好能夠埋住他的 要不你就 如果電影方面 那就可能你會看一下 那些電影公司 那其實我成為娛樂的 就是做一些 中藝的 那就一定看 那他們也有很多電影的工作機會 登台 如果你serious一點的 就是演唱會裡面 就會看到 其實很多國家要登台 就是進入國家 就是中國裡面的登台 那些有來歷史標籤的 陳家英 一堆 這班人就已經在中國 陳淑芬這些 全部都已經在國內裡面很久的人 他就會 就是用一個很適合藝人的說法 就是藝人很受保護 他始終要賺你賺錢 他就說 其實裡面 其實可以 這樣做的 其實這件事盡量 其實我們不需要這樣做 又不是說你什麼 你又沒有什麼 又與你無關的 其實 其實藝人是很想少一些麻煩的 你直接給我可以找多一億 那一億 就是一直數下去而已 一些是一千萬的 吸收一百萬 十萬 就是幾千 也好 的直警方 我記得 就是一個很實在的例子 其實 很多人當時就有人加入那些演藝人協會 就是講返藝人 一些我知道 其實加入去就打算 好像藝人福利 其實為了大家可以爭取一些東西 其實每個人進去都希望能夠 在哪裏打火鍋好呀 最主要是進去那兩個小時 好像為了大家很多權益講 其實講完之後就是看誰肯做 牙耳氣 這個人都肯做些東西 講完之後其實 但是有agenda的 每一次可能志偉來 如果那次來 大家很興奮的 大家看到眼睛 叮光了 其實很累 如果志偉不來那些會很氣 是嗎 都可以了 講一下這些 就是 中秋就去 哪個哪個去 探一下那些老人院 如果志偉在那時 我去呀我去呀 你看到很多人 其實大家都希望有一個 給人認知的認知度高一點 就直至到 譬如說有不同的藝人 你看到 開始慢慢聽到有黑名單 就是我親身經歷了 自己在一個社會運動裏面 只不過一百萬人之前 有人問我 你不應該出去走 我覺得 這合理的 應該出去的 因為可能我 那時候是由三月 我已經知道 覺得要 反修例 好像有些問題 又蘇醒了的時候 就說回一點點 我覺得應該要的 那時候我也是覺得 戰戰兢兢的 說真的 不知為何你覺得 說這些要戰戰兢兢的 是的 但是有些矛盾的位置 其實藝人甚至 藝人或者電影人 本身都是一個市民的身份 其實基本上那樣東西 都會影響到他自己 但是 在一些大是大非 又回到八九年 他們就出來表態 出來 站在 應該站在那樣 但是現在變成禁忌 甚至乎 剛才我們跳回現在這個位 成為一個國籍 都不行的時候 這個基本上是一個 是一個文革式的批鬥 沒有了 變成之後香港 演藝界或者電影圈 你又另一本Passport 都已經叫做 已經是 你 怎麼說 是一個包袱 是一個副分 其實這個演變了 你真的帶出一個好的Question 演藝人進入了一個 另外一個大挑戰 尤其是香港人上北上那些所謂 例如以前陳小春 胡祖奇那些 想著已經 行了 有一個很早的 溫少倫 這些 他那些真心 上去了 我真是入了中國 我想他已經結婚 在那邊 真是自己一個愛國倫 是沒有錯的 真是愛國的 OK 他真心選了一個 但有些人打算取巧 以前 反過來 你不需要取巧 因為他大為告訴你 說你參加六四民運 你起碼 甚至乎 將裡面的 不論你是否真是 那麼愛那班 大學生的生命 你都激發了出來 那個成為你的 藝人最厲害的是什麼 假蕩震 他將那樣的身份 我真的 走出來 投入了 梁振英也投入了 在八九六四 大家記得 很投入 很多政協 譚耀宗 這些全部都投入了 那件事 因為那個政治利益 大為 其實那個計算 不需要你找藉口 說不是 我應該清醒 反過來 如果當時清醒 不是 中國鎮壓是有它的原因 就等於現在說 香港 你這樣做 是拿走了 香港的言論自由 拿了香港的 一國兩制 是不行的 一樣這麼大的挑戰 那時候他不用 一面倒 不對 但反過來 現在他能夠找到 少少的理由 或者多些人 只要有人說反對 他很容易跳出 其實有兩個意見 真正的香港人知道 不是兩個意見 是這個強硬來的 搬紅線 但是 他能夠找到一個位 可以走盞 這就是香港人最厲害的 走盞位 令香港人可以 很flexible 很機動 但是藝人更加厲害了 現在就是 去到這個位 說到國籍問題要撕 他們要挑戰來了 要不就像謝霆鋒 已經這麼establish 其實你想一下 謝霆鋒 其實這次 國家讓他在中央電視台出現 去問他這個問題 中央的問題 是不會給你有突發性的 你一早就已經知道了 是不是 就是說其實給了一個很漂亮的位置 要麼你很清清楚楚 在一個很斯文 被安排的底下 就等於 你想想 我很無獨有偶 我想起 就是好像銅鑼華書店 高國人 之後被人抓了要認自己有罪 其實自己做得不對 被安排了一個最適合的環境 說自己表態 以後就是 我想香港銅鑼華書店 如果要上去賺錢 其實簡單說 你不需要再說取口 其實我都很愛香港 其實香港人已經不接受這一套 其實我都很難開口 當然 你說天王級那些 香港人仍然保留一個最大的包容度 去到一個位置 不要說他啦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他仍然沒有說過是呀 起碼他也有疾分曾志偉呀 張學友也有疾分曾志偉呀 說你不讓我唱那首歌的 有做這些事情的 所以 除非他說我真是殘境 我覺得 中共才是 那個想法是對的 或者是一百年的 勝會上高我是為他主場 那就等於譚詠麟那樣 就是上去一個場合裏面 不論他是因為傻子 不知道被阿聰找了上去 是不是 你知道很猛的 藝人就是這麼猛的 上去為什麼這麼嚴重 沒辦法 原來那裡是撐警的嗎 是不是 上去撐警後 哎呀沒有了 順著這條路去啦 是不是 譚詠麟最重要是有得吃 你看見他肚腩已經反映了 那就是這樣 否則是給大家一個稀奇 暫時保持住 那樣東西我們明白的 我們就看下去了 所以 暫時來說我覺得 香港藝人是面對著 一些 表中 是一個文革式的表中 不過就是把它包裝得漂亮一點 讓大家覺得 你想清楚了 其實香港人 我想二三線那些 或者三四線的藝人 可能他未必會濟 因為為什麼呢 你未必真的給我一個機會 上那個位 上了那個位 查稅都查得很辛苦 是的 所以我想他們不會 他們會考慮一下 有沒有機會過VOTV呢 可不可以扮有一點點性格 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我覺得等於哪裡有機會賺錢 大家拭目以待 我不想說那麼久了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我怕 其實大家進來 不是現場演繹嗎 我想聽一下 Chris Barstow 現在正在演繹這個訪問的角色 是啊 那就不行 大家都要看到現場演繹之外 雖然好像不是不想回答你 可以有段時間講 但是找個另外一個場合 始終 我也很期待的 每個星期我 豐富了很多 Bedger story 你的一些章 上次送了給我們加拿大一個章的故事 今天就 好像由這個章開始講起 沒錯 這幾次講這個Bedger story 都是從Victorian seal開始 上次講加拿大 這次我們先回歸 再講香港 這個就是 1842年的Victorian seal 剛開埠的之後那一年 就擁有的 就是維多利亞磊王當時 一個 燒 上次講過了 剛才那個Victorian seal 下半部分 就是海港圖 就是Harbor picture 上次講過 其實很難複製的 你看 你看看 那麼細節的畫工 基本上你沒有可能 甚至乎他本身的畫師 都沒有辦法 完全正確地複製出來 那怎麼辦呢 我們之後跳去一個 1869年 這個Bedger 這個Flag badge 你看到其實那個畫工完全不一致 很簡陌 好像圓筆畫出來 好像很簡陋 完全不是一個 大師級的畫作 其實這個Flag badge 是 我又關了燈的 這個Flag badge 現在有一個 關了燈 我們上次說 是時候要走了 現在還沒走啊 還沒走啊 剛剛才聽你的聲音 你不要走啊 這個Flag badge 就是有一個 故事的 其實是被人罵到飛騎 這個Bedger 因為那個畫工 完全跟之前那個 不一致 我們覺得怎樣影衰了 這個啦 讓大家比一下 這個 哇 小學程度 這個 小學程度 完全不一致 然後 有些細節位 亦是說 被批評是錯誤的 比如說 後面的山 即是太平山的位 本身下面的小屋 完全是 不是這樣的 而太平山上 現在有一個 十字的Mask 又不是這樣的 即是說 有一個signal hill 就是 不見了 不知為何 即是說沒有根據到 Victorian seal的原著 去繪畫 應有的一些 的細節 所以當時那個 總督 即香港總督 麥當勞 就直接說 這個1869年的章 那個batch 是 是 Extremely Defective 即是错了 完全是不行 又麦当劳,不是我们吃的那些 麦当劳道的麦当劳 那时1869年开放后20年左右 想去简化一些东西 让这个章可以放在代表香港的旗帜上 怎料原来搞成这样的简陋版 你上次说这些章的过程是很严厉的 不是要经过英国的程序很严厉 其实他画之前能出来 是否已经经过程序而出来 还是一个草图要准备申请才是这样 这里有个不一样的 上次我们说的那些 Cole of Arms 或者叫做Arm Road Bearings 其实是另一个机构叫做文章院 College of Arms 去批准 但这些完全不是那个机构出来的 可能是一个行政上的 行政上的 批准了某个人去做的 没错 也可能是殖民地部 去英国自己的殖民地部去处理 再加上香港总督或总督去处理 亦可以授权一间公司去绘画这些图 再融入于政府上做的事 所以完全是两件事 所以这些画作可能是拼准了一些 私人公司去帮忙 这个章被批评也很夸张 然后呢 可能是影衰了这样的意思 然后去到1871年 就有另一个代替品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像现在人们想的 《Make in Hong Kong》 《Stay Calm》 那么厉害 这个会不会又太简单 这个就是一个叫做 替代住先 因为之前的那个Flat Bash 那么厉害 那就先顶住 但是也说 这个版本放在GK上 只用了五年时间 就是使用了五年 就是有用过的 有用过的 但是那个记录不是太足够 可能只有五年时间 当时是一百七几年 就不是很完整的记录 一个记录 所以就在那个时间 就有用过这个版本 但是这个章 就是一个皇冠 加上下面HK 一个两个字 就有一些争吓过的 曾经有一个版本出现 说那个皇冠 是HK两个字的上高 即是直接遮蓄了HK两个字 然后就有个批评就是 完全不对 就是你那个不应该是遮蓄了HK两个字 这个皇冠 应该要高过静民地 没有可能是一上高 即是遮蓄了 所以也曾经有这个争吓 另外就是去到 刚才这个章去到1876年 就结束了 之后用了什么代替品 就去到1876年的这个章 又变回这只 不过有颜色 是的 给大家看看 真正是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Defactive 还回来 有颜色 这个但这个经常都看到 我记得这个merchant 这个照片很标志 尤其是三个商人 没错 这个章 就是去到1876年的时候 才正式使用了 但是其实也有一些很细节位去修改 例如就是除了颜色之外 表达得更多的东西 另外我们刚才看到 太平山上高的面膜 本身是十字的海军面膜 变了现在只有一支 不是这个 这个 对了 只有一支 另外有一些Defactive 就是下面有三个人 最左边一个就是一个 隋虫 就是叫做中华人 或者唐人的隋虫 当时有一个 之前的批评就是 喂 为什么会那个隋虫 可以站起来呢 这样的 嗯 就是本身在 Victorian Seal 是应该 坐下了 或者是可能是 蹲下做东西 这样的 然后这个隋虫 起了身 那么这个 这个收据位就是 那个中间的唐人 和那个西方的双人 中间的唐人 那件衣服 那个袖口 变回唐装 哦 变回唐装 看先 是哦 闯一点 对 但是那些 那些小小箱 那个箱 仍然是被人批评 因为本身 很漂亮的那些箱 变成了一块一块 好像荒唐一样 就是被人批评 这个也是 如果大家看回原本的图 是很漂亮的一个呈现 怪不得当时这个Victorian Seal 是这么难复制 因为它实际的细节里面 是真的很描述到香港的一个状况 不过你看到当时他们有多反映到 应该是那时的人的头发 仍然是清装 是的 没错 当时还是清朝 可能在香港很多人 仍然是有 泰白流边的习族 连这个1876年 最终是在 最终是批评了 也有在1910年的一本书里 有记载 而这个习族 也开始使用在 正式代表香港的旗 上次蓝色和有英国旗 在左边的 那个蓝色 正式代表香港的旗 这个呢 其实边商 由那个black badge开始 是已经开始 对于代表香港的那个black badge 的一个争批 也有个critics说 其实这个章百多年来都在争批 百多年来都在不断改变 不断改变 这个呢 就是一个其中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去到什么时候呢 才有一个比较漂亮的版本出来呢 就是去到1955年 1955年才有一个 比较英式绘图的一个版本出来 嗯 看到比较终于圆主的 那个仔细程度 似回之前 伏仓营销那样东西呢 没错 现在我们出回1955年的最后 最重要是因为在二线之后 那个殖民地部 或者是管理 或者是港独 或者港独府 就希望可以将这些 殖民地的一个 那些black badge 重新整理过 因为二线之后 什么都乱了 或者可能已经 不见了文件等等 希望重新整理过 所以呢 这个black badge 就是重新改缓多一次 终于翻圆主了 终于翻圆主了 你看到那个随重 终于都坐下了 就是终于坐下了 但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这个呢 这个呢 刚才本身是青庄唐人呢 在这个彩色版本上面呢 变了个 好像穿那种黄色雨漏 是的 就是变了我们香港 那时在太古的位置 是的 就是黄色的 突然间真的 是的 这些又是不知为什么的一些 的版本 是的 总之在1905年开始呢 就用这个black badge 去代表香港 那个旗次里面的图案 也都真是那个 哈巴图案 当然 细节的位置 上次我们谈过少少 就是那个西洋帆船上面 有那个颜色呢 代表那个英国旗 就是代表那个blue end sign 那么 现在上面看到那个 少少红色的位置 就是那支旗 嗯 另外那艘中华帆船上面 本身那支旗 就是一个 清朝的时候 有支叫做 代表大清帝国的旗 但是1955年呢 当然大清已经没有了 滅亡了 所以呢 就没有了这支旗 在上面的 这个就是可能 尤其我们经过就是 就是cold of arms 或者这些英国有关的图案 都会随着时间的推演 去有所变化的 这个就是上次的cold of arms 那时候这样 有些上次你介绍过 那现在就演变这个 那就是 之后去到 有没有再演变 好像还有一个演绎体 有 去这个 没错 对 那因为这个 刚才那个 就是比较终于原著的 1955年的 factbatch版本 就最后去到1959年 因为这个 armor bearings 这个 cold of arms 香港终于都出来了 就是有一个 专属的文章 所以呢 就直接用了这个文章 去代替了整个 哈巴图 这个文章 就直接代表香港 这个意思了 这个所以整个故事 整个 代表香港的 这个 batch 是有百多年来 都不断的争扎 那连这个 最终 这个 这个armor bearings 也出现 也有个 critics 就说 这个 The Black Batch of Hong Kong 的battle 就是start from 1869年开始 也都是 但是中间 可能有一些 这个 这么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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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演变 没错 演变有财色 也都开始官方使用 那 当时 麦当劳 总督开始 就开始争扎 去到 其实中间 很多年 都是 放下了 没有去到 再重新整合 那 是去到 1912年 上次说过的 金文太总督 才重新开始过 对于 这个 的一个 争扎 最终 那 最终 就是说 金文太贏了 终于都 终于都 在这个armor bearings上 到1959年 终于有 这个 所以 这个都很美丽的故事 也都更加 证明到 其实这个 文章 完全 和政治 是没有一个 关系的 纯粹 在一个 历史上 有一个 很重要的元素 在上面 是一个 纯粹是历史的 一个 怎么说 香港历史 嗯 同期我都见到 你带了 今天一个 同场家影 这个 和你讲一讲 就是 你说 这个 我相信大家 如果心水清 看到中间 咦 是呀 刚才好像和大家看到 中间这个 有些少少 是吗 没错 这个 很明显 就是香港警察的 约粹 而香港警察的 约粹 本身 1934年之前 是 香港警察 没有任何 的 专属的 约粹 是 一个 就是 用那个文字 去代表 到了 1934年的时候 那个 叫做 在理处长 才是被 被 莫邀 去 处理 一个 专属的 所以当时 也都 由 1934年开始 香港警察 中间 最重要的 章 用了 开港图 用了 刚才 用了很多年的 开港图 有彩色版本 的章 代表 那 你见到 上面 那个 香港警察 的字 大家可能不熟悉 不是 皇家 香港警察 不是 Royal Hong Kong 警察 没错 其实 Royal Hong Kong 是 去到 绿色暴动 才被 承认 英女王 现在 英女王 172世 承认 之前 那么多年的时间 百多年 都是没有 Royal Title 所以 Royal Hong Kong 警察 是一个很 很荣誉的 才有 Royal Title 在上高 而 这个开港图 是由 1934年开始 代表香港警察 去到 1997年 6月29日 6月30日 就消失了 没错 当然 你说 现在 香港警察的章 其实也有一些 元素在里面 不过他不是再用这个开港图 是一个 都挺可怕的 一个 香港岛的图画 有中间大厦等等 这些 都已经再没有了 当时的历史后面 就是Victorian Sill 那种 那种 仔细 以及 形容的时候 不仅是图 是背后里面的 因由香港 come about 现在 就不用重现大家 大家都没有什么 不需要想它 所以很感谢你 今天又对于这些 那个争论 原来的 batch 又或者是 当时来说的 譬如说 Hong Kong Royal Police 即Royal Hong Kong Police 原来 暴动之后才有的 都是第一次听到 那就很 多谢你带给我们 那再说一次 其实 如果大家想有其他的故事 或者你可以留言 大家 有些Batch我见过 那你都可以互动的 你可以留言 在他们 Chris 另外一个Facebook page BatchStory United Kingdom 就有里面的分享 是的 今天分享很好 我想大家都有另外一件事 真的在这里 和大家分享 我觉得每次演绎演绎 有另外一件事 提醒大家 我知道大家都以为 我也是喜欢Chris 在这个新闻传送 很容易的 我帮你说一下 他们在新闻传送 其实我觉得 这件事 我想Chris 可能还没习惯 就是我们通常会 去到自己自食其力的时候 叫大家支持 其实你很好 你一个价钱就是三磅 让大家可以支持你 这个新闻传送的一个专业 继续可以发展下去 令到大家有这个 香港质数的新闻可以看到 是需要资源的 我觉得也不需要被围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只有四只手 你幸好一点 要帮老婆做一下炸饼 又要放咪 所以大家可以去那里 不过我走过去 如果没有了那个Patreon 你是不是照射分 打回各位我是王振妍 就是patreon.com slash各位我是王振妍 才能进去 slash其实不是的 slash其实是用CYC 很好的 但其实你在搜寻 可能搜寻王振妍也有的 是吗?ok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支持 她们在那边做一些工作 大家很简单 请她吃一件饼也行 你看着她的饼 可以有空看看这个 这个造型也很好 vlogmike 是吗? 有时看我们的bladget story 也好 那就好 要下个星期 有时你看到王振妍 就在我们的daytime 黎明之后和大家见面 有时原来晚上的观众 有晚上的观众 有晚上的看法 他们又帮你留言 继续多谢你和你太太支持 我们在香港台 大家互相交流 希望我们之前 不会因为我说得太多 其实我的声音真的不好听 怎么会呢? 是吧 大家进来是听你的 真心 好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我们一个星期一次 现场演绎 希望大家都会 留言给Chris 让他更加做得更多 好的 下次我会参考更多电话 可以的 没有人会知道 OK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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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ya from Toronto based Denise Ho Ho